在平常的门诊工作中 经常碰到 父母领着宝宝去看病 或者一些成年人 也到门诊来就诊 就是说包镜需要不要手术 那么包皮过肠需要不要手术 对现在人的普遍认识上 包镜应该做手术 因为包镜可以影响阴间的发育 可以出现感染 出现包皮归头炎 尿道的狭窄 严重的情况下 可以引起尿储瘤 甚至肾脏的积水 肾功能不全 那么包皮过肠需要不要做手术 如果单纯的包皮过肠 上翻比较容易 这种情况下 只要注意清洗卫生就可以了 当然有一些患者 因为这个条件不合适 生活条件不方便 不能做到经常的清洗 所以容易出现反复的尿路感染 或者包皮归头炎 这种情况下 就要建议做手术 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些患者 就是结婚以后出现早歇 最后检查发现了包皮过肠 包皮过肠 因为阴镜头在包皮里面 就是包着的 它增加了阴镜头的敏感性 在这种情况下 一部分患者 是可以考虑做包皮环节素的 但是不能承诺 就是说 转包皮环节素以后 患者的早些情况 一定就能改善 这种一定要说清楚 第三个就是说 虽然也是包皮过肠 但是包皮口比较窄 日常情况下可以翻起来 比较顺利 但是在阴镜勃起状态下 包皮口就显得相对紧了 包皮卡到冠状扣处 使阴镜头的远端 和包皮的远端 出现冲血 水肿 回流障碍 引起确确性的改变 这种就叫包皮卡顿 这种就需要手法复备 如果手法不复备的话 容易严重的话 阴镜出现坏事 所以就说 包皮过肠 反复感染 包紧 以及包皮不够过窄 这种是建议手术治疗 至于早些的话 可以针对不同的患者 适当地采取治疗方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